孙丽这两年可谓是火大一塌糊涂 像是出演《青宫剧后宫征缓传》的女主角《征缓走红》 之后又凭借《闽约传》再次火遍全国 孙丽的娘娘形象深入人心 虽然孙丽一直忙着事业 但她和邓超的婚姻也非常幸福 婚后两人生有一子一女可谓爱情事业双丰收 还被称之为娱乐圈的魔法夫妻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在14年前的时候 孙丽与前锋谈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前锋1983年初出于上海 受父亲的影响 前锋在学龙时代求热爱表演 之后走上了艺术之路 在一小上学期间 由于唱歌、小品、舞蹈、主持样样精通 而受到上海警卫区文工团的关注 后成功进入上海戏剧学院 现在是天天向上的主持人 据悉那时的孙丽还没有名气 和前锋是战友 两人在文工团都是业务尖子 私下欢喜很好 也被很多人称之为金铜玉女 之后两人日久生情就在一起了 但孙丽退伍独自去影视界发展 前锋则在上海戏剧学院继续读书 两人因此分手 就这样一段爱情结束了 如今孙丽身家已经过亿 而前锋被学之前说 每次去吃火锅的时候从来不付钱 网友回应道 难道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后悔当初和孙丽分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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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